射接 我们利用调整或看用图层打开之后找到射接 射接的话白色的地方指的是画面上亮的 那黑色指的是画面上暗的 那中间的灰接就中间掉 我们可以看到在黑色的部分呢 黑的范围这边的占的色彩量很大 那我们可以把黑色再拉过来 画面上会变得更深一些些 那相同的我们白色拉过来的时候 画面上也会跟着加亮 这边我们就去做微调 那接着中间掉在调整过程中 向左的话也会加亮 向右就会加深 所以你可以调到自己想要的感觉 那射接本身又自带有三个色板可以微调 所以我们可以选择红色色板之后去调整红色的部分 那也可以针对绿色色板去调整绿色的部分 当然两边都可以去拉动它 然后让画面上产生不同的质感 完成之后我们就可以把图层的眼睛关掉 然后再打开看一下反差的部分 那射接的话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功能 叫设定最亮点设定最暗点 所以当我们选择射接时 我们选择白色滴管 点在画面上亮的地方 假设我们数值0的话会是白色 然后数值25的话是灰色 那我们点在这个灰色 假设它是30的灰 所以点下去之后整张画面上就会减掉30 变成亮一点的黑色 那相同的黑色到底也是一样 这里已经变成纯白色 我们要让它变成黑色的话 以这里为基准点 所以0到25 25是黑色的话 点一下后面整个就会变纯黑色了 1 0 2 1 2